现年51岁的吴国正是诗栋镇上有名的云匠 他精湛地组成手艺美化了苗人的装扮 记录下苗族的历史 延续着苗家的传统 苗族的节日和庆典很多 每逢佳节 姑娘们便吟试盛装成群结队地 如彩霞般齐居一堂展示美丽风采 在清水江一带 人们还能看到全身配满银式的苗族姑娘们 在裁鼓场上跳裁鼓舞 远远望去 恰似银浪阵阵 波光淋漓 苗族银式工艺复杂 通常需要十几道工序 银匠首先将融化的白银 加工成银片 银条和银丝 然后采用鸭 赞 刻 漏等工艺 锻造出各种文样 最终根据造型需要 再将其焊接或编织成型 在父亲银式制作敲打声中长大的吴国正 从小便在刻余时间给父亲打打架手 日久经年 耳濡目染 逐渐掌握了这门看家本领 银式打造完毕后 还需经历洗银的过程 帮能白亮耀眼 璀璨夺目 洗银时 先用盆枪将银剂烧红 再投入盐酸溶液中略加浸泡 如此重复约两次 最后再用清水洗净晾干 一件清美绝伦的银式 便在匠人的巧手之下诞生了 描索银式造型文样精致 艺术特色鲜明 文化内涵丰富 其内容主要表现神话传说和祖先信仰 同时也表现人与自然 共生共荣的关系 苗族银式以大众多为美 苗族古代神话常诗养阿沙中 描述养阿沙佩戴的颈上银项圈 像火扇一样发亮 手臂上的银镯像两条银龙飞舞 千百年来 银式始终在苗家儿女身上熠熠生辉 银式对苗族而言既是早年大规模迁徙历史的遗存 也是驱邪 小灾祈福的美气 而吴家世代打造的不仅只是银式 更是苗家人对生活的热爱与对和谐的崇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